大家好,我在台中的聯牆美式計車 今天我要在這為你介紹一台10年的Smart 它是民視而做的小車 這種小車在四旭省有代步、省稅景 非常的划算 可是看一下這種小車的配備 小車前面這些車殼的部分是用塑缸所製造的 不是說像一板板景 所以撞到已經就破掉,一定要等換型的 所以車況的部分,我們要從後面的部分開始看 大家一起跟我到後面來看 車體結構、板經的部分,後面要從這個地方開始看 因為Smart裝小車,車頭太短了,已經都坐在後面的部分 就是你的屁股底下 引擎那邊看它的板件部分 然後所有的困縮凹槽 困縮凹槽的用意就是 撞擊的時候有個預留空間 讓你這樣,金屬撞到的時候擠壓有個空間 從這個地方開始出價,不會傷到裡面的架石 然後還有上面說圓圓的圓點 這種就是原廠的雷射機械打點 像這種機械打點,如果你後面只要撞擊過 反經過,像後面這個機械打點 或者是困縮凹槽一定會變形 或者是被抹平在那邊靠型 它就不見了 然後可以看一下引擎的部分 然後小車的引擎都在後面 然後引擎看起來 10年的狠心,都沒有漏油非常的乾淨 然後我們也沒有多做什麼整理 回來的時候就這個樣子 然後這種小車 有分兩種,一種是自然機器 一種是渦輪機器 所以等一下這一台不用擔心渦輪的問題 因為渦輪進氣的,只要渦輪壞掉 你就要花大錢去修理 那自然進氣的,跑起來也不會美麗 然後市區代步剛剛好 然後看一下內軸的部分 它的屋頂是全景天窗 是玻璃頂的天窗 然後裡面配備 它一樣有兩顆安全氣囊 然後CD音響 然後該有的配備都有 然後遮陽簾 然後它的排檔方式 跟一般的車子有點不同 它的是自手排系統 自手排的話就是自動手排系統 對於不用離合器的手排車 所以這種小車一定要配這種變速箱 開起來比較有力 然後像 這種車 旁邊部分是鋼鐵 白色的部分是塑崗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 台中士文行路4段208號的 聯強美式機車 我叫阿萱 有興趣的話非常歡迎來這裡看看 謝謝